ZERO Y0度 超輕量的三角架 收起來的高度 42公分 重量呢 極為輕巧 我的估計大概是1.2公斤吧 然後 就量量看唄 那整隻呢 仿石頭的紋路蠻好看的 1.29 1.29 1.29公斤 我沒有先量喔 在場的都看到我發誓 我沒有先量 再來就是板扣設計 快速 省拉 包包也做得不錯 然後它這個 可以 偷樑換柱 這個設計呢 好像有點熟悉 有點熟悉 你說對了 這個 跟某個牌子蠻像的 這裡 轉 可以把那個 踏進去之後 轉鬆 轉鬆完之後呢 經過7749下 轉7749下 這裡就下來了 下來之後呢 這一根可以取下來 取下來 取下來之後呢 放上我們 這個 中柱 中柱 它有在中條 誒 我們要準備做劈腿的動作 各位看一下 來 由於中柱這裡拆掉了 它可以劈的比較低 那如果你要 批的比較徹底 比較貼地呢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倒批 倒批 倒著批也可以 隨你高興 最重要是你開心比較重要 倒批 那麼你就可以架你的手機啊 你的相機啊 可以貼著 幾乎是貼著地在拍的那個效果 這個是 正上方 好 那麼這隻腳架我們來看一下 它高度 誒 真的是好輕啊 輕的不要不要的 那碳纖維製作 好 一般高度 這一般高度 目測大約是一百 一百二左右 目測高度一百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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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一百二十八左右 一百三 一百三 要增加高度怎麼辦呢 這裡先開 然後這個 雲苔把它轉鬆 再加上這一根起子 來 酸緊 酸的給它緊緊緊 酸的緊緊緊 酸好之後呢 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有時候齁 吃 吃 吃 芝麻難免會掉燒餅 燒餅掉進去了 這有兩個規格的頭 一個大 一個小 那你記得就是自己交換 看你要用哪一個規格 好 那我們這個就收回去了 這是它的秘密基地 這個秘密只有 兩個人知道 一個是我 另外還不能告訴你 好 那高度又開始增加了 那這個 這個快拆呢 這個快拆呢 做得像石頭一樣 蠻有質感的 好像九頭耶 好高度看一下喔 這樣估計起來應該就到一百 一百四左右了吧 應該有一百五 一百四一百五 上面這這一百 大概一百五十五公分高 可以到一百五十五公分高 這樣優秀的產品 不好意思齁 賣了五百多隻 他一上市到現在賣了五百多隻 然後 和大家分享 這個 超輕量 的 ZERO Y 那麼它另外一個產品叫做ZERO X ZERO X是旋鈕式的 有機會再介紹給大家 好我們把它降下來 好 你可以這樣收 也建議你可以這樣收 讓它地心引力自己掉下來 這樣比較省力 一次把它搬好 然後如果你是領薪水的 你就在辦公室你就這樣子 領薪水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那你就從早上 一直開慢慢開 開到下班 你今天薪水就賺到了 這叫薪水小偷 那麼自己在弄 一次把它搞定 自己在弄 一次把它搞定 這樣 時間差很多 時間差很多 好不好 記得 時間很重要 效率很重要 收起來 這麼樣的小巧 謝謝